字幕 李卓 Crea 字幕 李华 各位好 我是黄给我问的 现在 相信你听过很多人每天zoom来zoom去 到底什么是zoom 现在让我介绍给你们几个方法 如何去zoom来zoom去 首先 Zoom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平台 它让你在家就可以上网学习 我本身有很多网上课程 我希望通过这个简单的视频 让你部落人后参加这个Zoom来Zoom去的学习方法 叫你的朋友或叫你的孩子 帮你在手机里面下载一个东西叫做Zoom Zoom就是大概它是一个好像摄像头这样 所以只能进入Zoom 你主办方 课程主办方应该会把那个 课程的号码跟密码发了给你 所以首先你要在你的手机上面点击Zoom 然后点击Zoom 点击Zoom 然后这方面你可以自己开一个户口 或者选择直接参加一个会议 我们直接参加会议就好 不用开户口啊 参加会议 在Join Meeting的时候 你会把那个 主办方发给你的会议号码给打进去 比如说这个号码是817519 然后你要让地方看到你的名字写在那边 比如说我放Glamourneen黄星姐 就是我的名字 所以我选Join a Meeting 他在走的过程之中,要运作过程之中,他会问你的会议的密码 meeting password,你就把他号码打进去 9,9,7,8,5,3,OK 他要你记录,所以你要把电邮给写下去 所以我加入这个会议 register 这个是一个注册会议的方法 你把会议的号码给打进去 8,7,6 7,9,5,9 9,3,7,6 转 然后把密码给打进去 这样的话,你就进入这个会议里面 所以你看到这个会议里面 在这个zoom 中的平台里面,你会看到下面他有叫call over internet 就是他有四个下面有四个 按钮 第一个叫做audio 耳机 那个就是跟你讲话 你讲话的时候他声音就会出现 耳机 然后第二个叫做start video 就是打开那个荧光幕 就是让对方看到你 你看到右下角你自己的照片 看到吗? 你可以点击他 他可以把它移过去 然后两个样子 就是我跟自己在开grip 所以他会有名字 出现 然后他也可以把这个单数 他也可以直接 在上课过程之中 你可以按机这个来讲话 就是你要讲话 你就写 然后就出来这个地方 上课过程之中 对方会放一个视频给你看 比如说他放一个课程给你看 当他在讲课过程之中 他会出现这个东西 他会share一个screen 所以老师在讲课的时候 他就会这样讲话 老师在讲课 他的样子就会这样 所以你在听老师讲课 你就慢慢听 听完之后 如果你想发问 你这个声音是关掉先 OK 你可以选择讲话 或听课 听完课之后 你就选择 点击那个荧光幕 你可以出现 写东西 你可以看到其他的 有谁在课堂里面 OK 然后回去 然后听完课之后 你就点击leaf 然后leaf meeting 就离开 就是这么简单 这个就是简单的一个zoom 学习过程 希望可以看到各位在网上 一起来学习 我是黄新杰博士 下次有机会 再跟你分享一些 短见的应用方法 谢谢各位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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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